头顶声浪滚滚 战机以编队方式划过长空随后落地 11月5日中午 来自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七架战机 先后飞抵珠海国际航站中心 飞行表演队的飞机一字排开 标志性的涂装在阳光下格外艳丽 而比涂装更吸引眼球的 是从驾驶舱下来的飞行员 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将于11月12日至17日 在珠海国际航站中心举行 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在航展期间 进行多次飞行表演 这也是网界航展中 最为吸睛的表演环节之一 在正式表演之前 飞行员和战斗机将利用近几天的时间 做一系列的适应性飞行 除了明星表演队亮相 在距离航展开幕 还有近一周时间的航展中心广场上 气氛已经开始升腾 许多居民朋友 格外喜爱的明星机型 也都在静静等候他们的亮相时刻 过去两天时间里 先后来到珠海国际航展中心的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战机 就有轰6K 歼10C 歼16 歼16D等多个型号的战斗机 而最显眼的胖妞运20 早早就停在西位 据悉一周后 它还将首次开放展示 其飞行货舱 十分值得大家期待 而在广场一角 两架备受瞩目的俄罗斯最先进战机 苏-57停靠在此 这是苏-57首次参加中国航展 也是首次在俄罗斯国境之外 参加航展活动 据了解 两架苏-57战机 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中国 这一架从俄罗斯本土 经过蒙古飞抵中国 据悉 它也将在航展开幕之后 向中国观众进行飞行表演 而另一架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它拼装部件的 则将进行静态展示 而它来到中国的方式 也是经过拆解后 由这一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安-124运抵珠海 安-124也是本次航展首架 从境外直抵珠海机场的运输机 当天下午 这位身形比胖妞更加壮硕的巨无霸 也在跑道上绣了一把轻弓 巨大的身形毫不笨重 轻盈起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